一直以为我是一个什么都不怕的人 很多人慢慢慢慢地看到我 我发现自己可能没有 当想中我那么坚强 既然我来了 就不会走 一号位置就是属于我的 但一直正是一场 可爱我对我伤 听下个时候的 我是否重要 整整快四年 我完全没有舞台 离开这个唱跳的舞台 已经非常非常非常久了 我就怕会不会跟我前面的舞台 不会有很大的一个反差 大家会不会以为我只有一种风格 当时跟我妈在网上自己买的镜子 自己装修了一个练习室 虽然可能不是非常地好 而且还是在地下室就有点臭 那个过程还是很开心 成为主要带走的第四名的训练生 郁佳 谢谢你们一直以来 她就会陪伴 你对我都努力 对我都不放弃 你家 我差不多吃过两个小时 我有一个半小时 我都在唱歌上 我会有点害怕 我怕自己不够努力 很想知道 为什么会死她 她会不会就是有一刻 自己完成的没有那么好 对不起大家对我人相关 这幅画的意义是想一直留在舞台上唱歌 想紧紧抓住每一次在舞台上的机会 拿出麦克风的机会 不回头不留年 没有想到很远 唯一就是想要有一个能上舞台的机会 如果我没有成团的话 不可能还是跟以前一样 骑着电瓶车买菜 回家做饭吧 既然我来了 就不会走 赶我走 我就不走 就把我埋在这片舞台上 因为正在舞台上我的心情很好 无论怎么样 我要靠住你的实力说话 不用把自己低到 无论我能不能做到这些事情 我一定会让自己做的 咱们要把画手练得很急 我们就回去好吗 练不及就不要回去 我就能装得无形 我觉得我就寻托的呢 很好 给大家一个很好的舞台 给自己一个很好的舞台 老师 我这个地方在想起来 对我来说 只要梦想回来就是一件很甜的事情 追求梦想的路上 我很开心也很幸福 我最想要的东西就是一次超完美的舞台 所有都完美的 每个舞台的更化 我自己过去起来是 都很幸福 我一定会不会 希望可以 继续在舞台上 继续发发烤 只要我 还有力气 就不会停下来 所以我就比较贪心 我想要动作的舞台 很多东西吧 这位置能做一次 这就是我平命的原因 突然的 尽力